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没看错 店员腰间是手枪 桌上的小肺是子弹 餐厅门口的标志告诉你 欢迎带枪用餐 老板娘劳伦·鲍伯特说 火枪手烧烤店代表着 上帝 枪和美食 鲍伯特跟她的丈夫在2013年开了这家餐厅 为了配合来福镇特别的名字 将她命名为火枪手烧烤店 我开始配枪的一个原因就是旁边的小巷里发生了一起争执 结果一个男人被打死了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 我的雇员和我的顾客们 鲍伯特说 配枪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枪支绝对是来福镇文化的一部分 这里很多居民都随身带枪 顾客们又怎么看呢 克里斯·霍斯金斯从小生长在这里 是餐厅的常客 其实最开始我根本没注意到餐馆店员带了枪 直到新闻报道出来我才注意到 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他们带枪我一点都不害怕 还有从德国来的游客到火枪手烧烤店吃饭 我们有点饿 街上的一个人告诉我们这家餐馆特别有名 有带枪的漂亮女服务员 除了配枪之外 老板娘鲍伯特还是餐厅里的大厨 火枪手烧烤店最有名的 就是汉堡包这类地道的美式食物 看看这个guac night 厚实的牛肉配上培根 牛油果和新鲜蔬菜 你是不是也有点流口水了呢 菜单上有很多的美食都与枪支有关 Shot gun burrito 散弹枪墨西哥卷 locked and loaded nachos 子弹上糖玉米脆饼 还有刚才的guac night 就是取著名枪厂Glock和洛克的谐音 鲍伯特说除了防身 枪支也给了他与其他人交流的机会 我们有很多人在国际游客 现在很多人都横跨美国来我们的餐厅用餐 他们改变行程 就是为了到来福来看看我们的餐厅是什么样子 枪支管制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主要议题 很多商店和餐厅 比如塔吉特 Target 奇波雷 Tipoli 星巴克 Starbucks 等等都禁止顾客配枪进入 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教堂内发生的枪击事件 更将全国对枪支持有权的辩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美国五十个州中 有三十个都允许居民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Open Carry 也就是公开配枪 在来福镇 连警车上的标志都是一把长枪 来福镇警长约翰·戴尔 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公开配枪就是人们可以把枪带在别人可以看到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公开配枪 而隐藏带枪就是把枪佩戴在看不到的地方 来自俄亥俄州的汤姆·费尔 在朋友的邀请下带着小女儿来这里用餐 带着一个小婴儿 她难道不担心吗 我开始有些担心 但是我们的好朋友说这很安全 所以我们也就不那么担心了 看 罗根挺喜欢这的 但是他说他不希望这类餐厅开到他居住的克里夫兰去 我并不喜欢枪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部分地区对枪支过于着迷 我并不认同 也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来福镇居民说 枪支属于户外 在室内配枪没有必要徒增危险 鲍伯特说 他为店员提供培训课程 确保他们知道如何正确安全地使用枪支 我觉得配枪没什么问题 枪都是放在枪套里面 希望我们永远都不需要用到它 这只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 也是第二修正案赋予我们的权利 火枪手烧烤店生意新龙 来福镇的其他店面也开始效仿 我们找到了一家中餐馆 推门进去 墙上挂着伊拉克战争中使用同类型的狙击枪 老板陈先生表示他非常支持配枪 我们马上就会了 用不着几个礼拜我们也会拿到那个 看来火枪手烧烤店还真的带起了一股带枪风潮呢 怎么样 看完节目 你是不是也想来体验一下 这里地道豪放的美式风情呢 走进美国记者刘恩明 杨林 发自美国科罗拉多州莱福镇的报道